农历新年才刚过 而华林市公所对于弱势的关怀也不成间断 市长为家宴日前就特别在原型客同人的陪同之下 分别前往探视因病住院手术 行走有些困难 以至于生活陷入困顿的民众 并且制证了疾难救助关怀经以及民生物资 希望他们保重身体 安心在家中休养 早日恢复日常生活 64岁的杨女士为阿美族人 去年双脚肿大难以行走 成岛卧家中紧急送医治疗 在去年底接受脊椎肿瘤及农肠移除手术 需依赖住行器帮助行动及日常生活 杨女士的儿子也为了专心照顾母亲 因此辞掉工作 顿时失去主要收入来源 第一名67岁的曾先生同为阿美族人 在去年底因腰椎椎间盘突出 并神经压迫等病症逐远治疗 接受了微创椎间盘切除 病人工追隆融合手术 除了要定期回诊 追踪治疗 下床活动也需穿戴杯架 索性日常生活 由三星房东协助照应 今天我们针对两处 那我们发放我们的原住民的一个慰问金 那也希望是说 未来如果有任何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洽电到我们的华林市公所 那我们都会来给予协助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不管是在工作 还是有任何的不舒服的地方 请早就医 尽早就医 那也希望说如果有物资的需求 都可以跟我们华林市公所 这边做一个联系 农历新年才刚过 而华林市公所对弱势的关怀 也不成间断 市长卫嘉燕特别在原型客同仁的陪同下 分别前往探视生活陷困的民众 除了治症艰难救助关怀金及民生物资 也希望他们保重身体 安心在家中休养 早日恢复日常生活 记者 徐立琴 华林市报导